炸過的鹿兒島白馬頭魚 淋上北海道奶油白醬 澳洲黑松露新鮮現袍 醃漬過的鮪魚 切片後 加入白蔥和柚子皮 清爽不膩口 日本米其林三星餐廳主廚 特地飛來臺灣星級飯店 帶來一系列特色料理 我們這次邀請到的主廚 他其實在日本今年是已經 完全訂不到位子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把這樣子 一個稀缺的機會拉到臺灣 無論頂級牛排或海鮮 處理起來毫不費力 另一家臺北五星飯店 旗下鐵板燒餐廳 則找來熟兒米其林三星餐廳主廚 安城仔來臺客座 而且只限定三天 Netflix紀錄片 世界小吃中曼谷必吃的傳統蟹肉烘蛋 在臺灣也吃得到 因為有飯店邀泰國主廚客座 帶來十一道摘新經典菜色 飯店業者不約而同瞄準高端餐飲客群 臺北萬豪請來日本米其林三星名廚 臺北喜來登大飯店及遠東香格里拉 分別邀泰國及新加坡一星主廚 精華酒店則找來南韓米其林三星主廚客座 像是我們看到的有一些這個經濟收入比較高的人 他可能像是在請客 或者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節慶當中 他其實對這種所謂的這個上千 甚至近萬元以上的餐點呢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需求 臺灣餐飲市場更加M型化 讓各家業者積極邀約國外民廚 不僅創造用餐獨特性 還能精進員工廚藝 創造雙贏 三地新聞 中日疫情台北報導